是农历七月 我想学活跟不学活的人 差距非常的大 不学活的人到了农历七月的时候 是非常的惶恐 诸事不宜 做这个做那个都要避免掉 但是呢我们学活的人 就没有这样子的顾虑 反而是一个非常欢喜的一个月 因为这是一个教校月 那我们从雨篮盆盛会 就知道说就是在度 所有我们想念的祖先 或者是冤亲在主 乃至十方法界 一切要求解脱的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了 一个非常殊胜的月份 那我们也举办了良皇华会 相信这一次大家都花喜充满 那我们在良皇华会的时候 有讲到说 诸佛是大一王 对不对 那诸佛菩萨呢 就是看病的 非常爱护我们的看护 那所有的师父啦 医生呢 都是我们很好的善知识 那我们在活法当中 可以得到种种的法 是包含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身体 每一方面都要照顾好 我们知道正确的知识的以后呢 我们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来做 就不用很忙 很苦恼 对不对 所以最近一个公案 忽然间想起来 就是有一个徒弟呢 跟随一位禅师 那好几年了 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师父都没有教我什么 然后他就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 另求高明 去找另外一位师父来教我呢 所以他就要去跟他的师父告假 说师父 我在这边都没学到什么 你都没有教我什么 那我想说 我另外再去找师父去学 那师父就回答他说 你把患端过来的时候 我就吃饭啊 你端茶过来 我就喝茶 你叫我的时候 我就答应你 我怎么没有教你什么呢 那各位 吃饭喝茶 人家叫我们的时候回答 这个算是学习吗 我们一般看来就是 很平常 我能学到什么 但是呢 我们喝茶的时候 如果说端过来的 我去分别说 太烫了 还是不够热 或者是泡得太淡了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茶 那喝起来就心里不舒服 对不对 那饭菜要挑剔的更多 但是呢 这位徒弟他端过来的时候 那位禅师就欢欢喜喜的 无论冷热 浓淡 咸 或者是说 炒得比较烂一点 或者是不够烂 他都欢欢喜喜的 这样子吃下去 那有人叫我们的时候呢 我就欢欢喜喜的回答 那这样子怎么不是学习呢 我们在地藏经里面 就讲到说 如果我们按照地藏经 这样子的经本 去受持的时候 可以正道虐盘乐 可以成火 那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呢 就请到杨医师 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怎么样来对待 我们的色身 怎么样正确的保养 或者是说 正确的观念 只要我们的观念正确了 真的不忙 我们听一听 杨医师怎么来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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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的题目是这个 因为我刚才十点 刚才要进去第二支箱 那华城师傅上来 从那边 野营人走过了 就想说大事不妙了 对 所以我不知道 我今天 他是说 如果有什么可以 在这边分享 比如说我在临床上面的一些 可以跟各位典友提醒的 我在想 对 刚才师叔有讲 那个地藏经 如果我们 照着地藏经去做 可以虐盘 就是相信 那我今天来分享一个就是 转念 转一个念头 那这个是因为我从临床上 这样的体会 转什么念头 转一个相信的念头 转一个相信的念头 相信 其实 相信一件事情 或者你从相信这件事情 你要跨到 转到相信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很难的 我在临床上 常常碰到很多患者 进来 你跟他讲什么 他会一直质疑 你说 怎么会这样 我常常想说 你是要来出我治疗的 我跟你说你还不相信 所以像这种 我观察 这种效果都不好 那患者进来 你跟他讲什么 他是不是 他很相信那个 你发现奇怪 同样这两个患者 都是差不多 效果真的差很多 如果这个患者 是同时 过来给他介绍来 他来 你给他讲什么 他都非常相信 但是他真的 你给他 他相信你 他如果有心底相信你 你教导他的 他几乎会完全配合 所以他效果就很好 所以我觉得 他的效果好 不是在我给他治疗 因为这两个患者 可能我给他 都是同样的处防 但是为什么 效果差很多 一个有相信 他从心里相信 配合你的方法 去做改变 所以他得到好的结果 所以我今天 比如说我今天分享这个 叫做 转一个相信的念头 很多事情 其实 如果各位给他想一想 我们真的是 没有能力 去知道 是真是假 不是特殊事情 你都有能力 去知道 他是 是真是假 但是我觉得 你可以选择 相信跟不相信 相信不相信 是你可以选择的 对 从小 在小时候的时候 我们在开车 常常看到电线感 常常写一个 信我者得永生 我相信大家有看过 应该是某一个教会 也相信我者得永生 一时看到那 感觉很不可思议 有点可笑 但是后来我们学活之后 我对这些 我都不敢去质疑 信我者得永生 当然姑且不论我 这个我代表什么意思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 给我的一个意思 给我一个体会 最重要的就是信 信我者的信 相信 比如说一个患者来 就像我刚才 因为刚才叫我要这样拿 我要讲慢一点 我以为我讲太快了 对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 一个患者来 如果他选择相信 这效果真的很好 那我跟着师父之后 我现在讲的医学 我觉得都不是究竟的 那我们跟着师父之后 我们要相信什么 转一个什么念头 就是转一个 相信火菩萨教育我们的念头 转一个师父 教我们的念头 转一个善知识 视线出来告诉我们的念头 转一个相信因缘果报的念头 很多人来找师父 我想他心里都知道 他们相信师父是有能力帮他的 因为他相信师父 对 那因为我常常在师父的会课室看 师父常常进来就说 你要吃酥啦 你要吃酥 对 为什么师父要讲这个 往往师父都讲一个字 像我最近一个黄老师来 师父告诉他 因为他说吃素也是佛教徒 师父告诉他说 你要放下 师父都讲一个很重要的字 那你要相信师父讲的 就相信师父告诉你的 吃素 转一个吃素的念头 很多人来 比如说他身体有病痛 他从一般的医学 他认为他一定要维护他的健康 他一定要吃很营养 那为什么师父告诉他你要吃素 所以很多人跨不过去这个门槛 他怕吃素身体会垮掉 但是为什么师父要这么笃定 告诉你吃素 师父说你就重心看看 转一个念头嘛 你就吃看看啊 但是很多人都跨越不过去 对 我的丈母娘今天有来 她77岁 你们可以看看她 她大肠癌三起开过道 你们有谁看到她 曾经大肠癌过 大肠癌 她在做心 你们看不出她有大肠癌过 她吃全素 她竟然活得这么好 对 所以要相信这个 师父只告诉你吃素 你要相信师父所教导你的 真正跨出去 从你本来吃荤的跨到吃素的 你可以看看 对 然后师父不是告诉我们说 在朝醒的时候 你要用心观想吗 我分享我最近 我都分享我今天要分享三个 一个是我一个患者 她妈妈带跟她那个女儿来 她妈五十几岁来让我调理过敏 那个女儿三十四岁 她们在高雄的那个南平别院 就活光山南平别院 她们因为七月都是在华会嘛 那以前她们都也是开始要招勤了 那这次她 我有跟她特别说 我在师父这边学的 师父说如果用心观想你的祖先 你的冤心在主她们正会到 她们本来都是读那个朝请文而已 那她这次那个女儿 她说她真的用心观想 她拜活下去 看到她阿公在她旁边跟着拜 往生阿公 她真的七年看到的 所以她相信 她用心观想 你看真的让她看到 这是第一个案子 第二个案子是 我有一个患者 他在中华电信 五十几岁的男性 我不晓得讲过这个没有 没有 肛门漏管没有 她有两个肛门有两个肛门漏管 很严重 然后她最近进来 我的诊间 她是我调理比较久的患者 她这次突然抱着我吓一跳 我说你是怎么了 她说她被肛门漏管救到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她有糖尿病 心脏有问题 她在台大也在国台 都要做新大观察 做电烧什么做很多 所以她身体有很多状况 然后她最近因为有肛门漏管 有两个肛门漏管很严重 然后就是因为肛门漏管很痛 一直治疗不好 所以到高雄龙肿 才发现她这一次血糖 竟然飙到超过400 差一点就死掉了 如果没有处理 没有紧急处理 她可能同酸中毒 我们叫做HSNK 可能死亡率很高 她说因为肛门漏管救了她 但是因为她就是身体状况很差 所以高雄都不敢给她开刀 肛门漏管 然后我们高雄一个很有名的 那个痔疮的特别的诊所 那个叫警医 在高雄 如果你有到高雄看到中山路 跟中正路的大圆会一个 很有名的那个 专门治疗痔很有名的 她也去让她那边看 那个医生也不敢跟她开刀 因为太严重了 好 她就没有 然后就来找我调理 然后我就跟她讲 在跟她治病的时候 然后她也有一点埋怨了 因为我知道她也是学火的吃素了 然后她在高雄也是某名师傅那边学火 然后她在看的时候 因为这一次因为太严重 所以她就有一点埋怨 她说她也拜会那么久 我求全体都不太好 我听到这一句我就吓一跳 我想说 你这个忏悔跟我学的不一样 那我就跟她说我在师傅这边 然后师傅教导我的众生出来的 这些我看到的因缘果报 然后我就跟她讲 因为她是学友她懂 我就跟她说 我这十年跟着师傅旁边 那我看到的 如果你现在当下在病痛 几乎众生就是对那个部位 所以我说你可能过去 你怎么会上到肛门 或者你要吃大灯头什么很多 我就说我没有能力知道 你是什么灶什么业 你肛门肉管 但是你可能是 给人家伤害那些部位的 所以你要用你现在的痛苦 去体会那些众生还在苦 第一个 对你的部位 然后第二个我跟她说 你现在病苦的 当下就是那个众生还在苦 所以她才会让你收报 我一听这句听着她说 我不知道众生她现在还在苦 她不知道没有学过这个 我才晓得不是很多道场都知道 很多以为往生的 就什么都没有了 或者是她以为往生的 就到哪里了 我们到这里 我们是深切体会到 深会体会到说 我们在病苦的当下 就是众生还在苦 她众生还在苦 所以她会愿 她会找到我们因缘去主 就报我们 我们才在受报 所以有很多道场 他们只是要欢喜承受 我说不是 她说我就感慌 我自己做的 我说不是 我爱的 不是我的思考 我爱的不是这样 我不是只有甘愿受 我说甘愿受 你也是要受到的 但是你要体会你的病苦 是众生当下还在苦 所以你要积极 我们为什么要忏悔 我们为什么要读地张经 要持王孙座回向给他们 帮他们离苦 所以你在离苦的时候 你也是转念头 不要看自己 要看众生还在苦 所以你用那个心转念 你不要完全看自己了 所以你每天还在求 你还在看你肉馆 有没有好啊 我说你要看到众生日苦 所以她从那天回去 开始持王孙座 一个晚上 隔天因为她跟高雄龙总 预约要回神 结果去 她本来在高雄龙总 是一个代理医师看 她不敢给她开刀 那这一次挂的是主持医师 那主持医师给她检查 说蔡先生 你就开了 你怎么还要来找我看 我说没有啦 你的病你就知道 那个医生就没给她开了 我疹你也没给她开了 我都没开 他说有了 你开了 谁开了 菩萨开掉了 火菩萨帮她开掉了 在高雄龙总医学中心 这骗不了的 那第三个 以前卢老师好像有分享 她有中而言 对 卢老师以前说 常常留那个嘛 那好像也是被菩萨开掉了 卢老师一天有分享过 然后第三个就是 也是卢老师 卢老师前几天晚上来让我看 好像星期四还是星期五 就是她有一个多月 就是肚子不舒服 肚子很不舒服 然后她来两晚法会之后 也一直没有什么 可能没有什么姻缘 然后后来就两晚后会回去 就突然吐就加重 然后来找我看 但是我看卖相 不太像有问题 那因为卢老师我们的年有 所以我就直接说 这个不是医疗的问题 但是当卢老师离开之后 我肚子开始就痛起来 那种痛我知道 就是跟我前几年有 就痛的那种很诡异的痛 我就知道 这个是有问题 所以我那个时候 因为看卢老师之后 因为她在痛啊 我就痛 我想说 是不是如果不是共业 就是有众生要求解脱 所以我就想说 我可能没有能力 我说如果快地藏花灰 是不是众生回来极光石 那个 然后到可能那种 慢慢就加重了 我所想说 是不是众生在极 那个时候应该是 九点多 十点多了嘛 因为事物我不敢打扰事物 我就打到 我就跟 因为我有 我常常跟华老师要 拜托华老师 帮我准备那个书啊什么 我就请教华晨师傅 那华晨师傅就跟我讲说 他有 感觉到是我们过去 我卢老师 还有我的同修 还有我家女友天宜 我们有做鹅干酱 鹅干酱 鹅嘛 鹅干酱 罐 他罐要察觉到这个 然后我就 持座忏悔 我还没有门诊就消失了 然后隔天我就问华老师说 你有没有好吗 我还没问的时候 华老师就跟他传来说 杨艺师我那个药 你昨天开的药还要吃吗 我昨晚就好了 因为我 华晨师傅说 你一定要马上跟卢老师讲 我就传给卢老师 因为我没有门诊 我就用LINE的那个语音留言 传给卢老师 那卢老师有看到 那当然卢老师一看到 他当然知道有 卢老师也知道 他一定会很真心的忏悔 所以他隔天主要是来问我说 你前往开了药 他要不要吃了 我心里会笑笑说 其实是不用吃了 但是既然开了就吃吧 反正对 就吃吧吃掉 你看他也好了 一个多月 真心忏悔 所以我上次不是分享一个吗 什么是病因 因为华晨师问我说 你能不能从医疗来 跟大家联友分享 有些体会 我说我现在越体会越少了 我在闷人上 我现在几乎都不是讲病因了 我都讲这些因果 但是我就更换的是 我在讲的就是医学 所以大家不相信 透过很多方法 我现在把花大部分的时间在讲这个 其实这个就是医疗 所以什么是病因 什么才是病因 其实真的都不是我们现在医学的病因 医学的病因 后面一定是有什么因缘 才会有这个医学 你这个病 那什么是药 药就是忏悔 对不对 谁是医生 你就是医生 你自己真心忏悔 真的 你看我讲的这两个case 都是当下消失 对 都对 我那个患者根本不是我们年有 不是说来极光室 透过这个法门才会 对 才会得 只要你相信这个方法 转一个相信的念头 其实信念一转 什么都转了 谢谢 阿弥陀佛 我们谢谢杨医师 真的是太好了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听出来 把焦点 重点 放对地方 我们就不用受那么多的苦 再来就是真的相信佛菩萨 相信医生 相信师父 告诉我们的 就这样子老老实实的去做 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当我们 介绍到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欢欢喜喜的 去接受 然后欢欢喜喜的 去回应 如果我们心里 有那种情绪的时候 也许有人叫我说 要冲一下啦 好 那就不是一个正确回应的方式了 那既然佛菩萨都教我们这样子 师父也教我们这样 医生也告诉我们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不要再去想说 真的是这样 不然我试试其他的 讲得太玄了 怎么可能呢 不过呢 既然有这样子的例子 我们就相信 相信得到安乐 那我们说 为什么持地藏经 可以证涅槃的 可以终究成佛 其实都是生活当中一点一滴 我们的念头起的地方 如果是正确的 是光明的 那我们是从小地方去累积 然后慢慢的就可以看到 所呈现出来的成果 那在功德教亮品那边 为什么说一个转轮圣王 他同样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跟一个小国王 那他所得到的果报不一样 后来我想一想 因为转轮圣王 他影响的层面 影响的时间会很多 小国王呢 他影响的层面 影响的范围比较小 所以同样是做那件好事 不过得到的果报是不一样的 医学方面的体会会很深 那到现在呢 他觉得要把佛法加进来 才能够圆满 那我们从杨医师这么有成就的人 他这么的用心来告诉我们这些话 其实就是淘心淘会的 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得到利益 那我们可以享受这样子的成果 如果我们还质疑 那就是只能说我们自己的福报 我们的善根不够 不过我相信能够来到这边 然后这么用功 在跟随师父 跟随佛菩萨学习的 每个人都有善根 只是说我们累积的功德 我们的定力 我们的智慧是不是够了 慢慢的都不要急 我们在一个深信因果的机制下 去做正确的事 将来就一定会有殊胜好的果报 那祝福大家 我们虽然说梁皇华会已经过了 但是我们每天还是要正确的过日子 正确的修行 好 祝福大家 花喜充满 阿弥陀佛 请慢慢站起来 琴并的样子